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甚至以为呢 吃油吃少一点就可以减肥 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那就有人问啦 那要怎么吃油才能够在健康上精准地达标呢 我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其实必须脂肪酸对我们的人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我们细胞膜构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料 包括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啦 还有我们的皮肤要健康 都必须要必须脂肪酸 而胆固醇呢 也不是都是不好的 事实上胆固醇是我们荷尔蒙合成的原料 所以适度的摄取好的油脂 其实对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至于我们要怎么样选择好的油脂呢 不同的油其实有不同的脂肪酸的含量 我们希望大家在一天摄取的油脂里面呢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和饱和脂肪都是能够有均衡摄取的 像橄榄油啦 苦茶油啦 葡萄籽油 这都是一般食用的好油 特别在加强不饱和脂肪酸 也就是Omega 3的摄取上面呢 加入亚麻人籽油或是紫苏籽油 可以增加Omega 3的摄取 听完医师的说明 解决了这个油脂摄取的问题 原来正确的食用油不但不会变胖 而且呢 还可以得到珍贵的营养哦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这道套餐中的午餐呢 有哪些其他的重点特色 这个午餐我非常的喜欢 这里面的蔬菜呢 有非常多的种类 也包含了很多的颜色 不同颜色的蔬果就会有不同的植化素 像这个红色的蔬果里面呢 就会有胡萝卜素啦 或是这个茄红素这样的营养素 黄色的蔬果里面呢 就会有像叶黄素啦 姜黄素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抗氧化物质 那当然绿色的蔬菜 是大家一定要多多摄取的 因为叶绿素对于我们身体的排毒和进化 有非常好的功能 另外呢 我们还选了非常多的骨类加豆类 像是糙米啊 黄豆啦 还有红梨米 都可以提供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跟碳水化合物的来源 哇 这样的套餐设计真的是太贴心了 我们二话不说 马上来做 老师好 你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做的这套菜叫做 糙米炖饭 这个叫石酥炖饭 那它黄黄的就是姜黄 还有呢 黄豆 里面还有很小颗的红梨米 对 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然后再包和香香变 同时香菇一起下去 我们从第一温就开始炒 炒到香菇它的香气跑出来 再把我们这个凉菇也倒进去 好 炒到香气完全跑出来以后 我们就先把它腾起来 好 接下来我们刚刚没有用完的油 我们再倒进去 先来炒这个 火稍微开小一点 番茄炒完之后呢 我们就放这个番茄酱下去 它有什么 义式蘑菇酱 好像放下去一瓶炒 把这个热水加进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把刚刚炒的这个菇也放进去了 其他的调味料可以下去了 红麴调味料 盐 黑胡椒粒 好 刚刚这个饭倒进去 这样子煮让它稍微收干一下 让这个饭粒能够吸收到这个酱汁 又红又黄的 姜黄它本身 它有一个独特的姜黄素 抗氧化 还有抗发炎 然后还有促进代谢的功效 除了这个姜黄还有那个红柠米 对不对 它的蛋白质 不会比牛肉差 而且它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听说比地瓜高七倍 而且比燕麦高三点四倍 好 那我们看这个酱汁呢 已经收到差不多一半了 我们就可以放彩椒 彩椒放下去 我们这个是什么 大家冰箱都有的那种芯片 最后呢 再把奶油放下去 而且这个奶油呢 是炒饰奶油 就是呢 这个牛是炒饰养的 那就这种牛生产出来的奶油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青花椰菜放进去了 这样就好了 不要酥得太干了 好香哦 这颜色也是非常的多样 又符合那个医师说的 彩虹蔬果的概念 好 稍微装饰一下 好 我们现在要来做综合沙拉 对 我们要先把这个酱汁调出来 好 这个是亚麻仁油 它有丰富的Omega 3 还有水水 水开水 或是高汤对不对 对对 三葵酱 新鲜三葵酱 还有这个是醋 醋 然后再来是糖 酱油 酱油 盐巴 白胡椒 对 那我们充分把它拌匀 然后放在旁边让它混合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它主要的材料有哪一些东西 这个生菜一定要泡冰水 泡冰水 它才会脆 还有什么 红肉火龙果 这个呢 奇异果 蓝莓 北美 蓝宝石 抗氧化发电机 最佳花青素 对不对 还有这个 南瓜子仁 对 还有呢 紫高丽菜 还有这个是卷须生菜 卷须生菜 这个是什么 芽菜 芽菜 对 就看家里有什么生菜都可以加 好 我们来处理这个 好 我们就这样子给它 剥一剥 剥一剥就好了 好 好 再混进去 来 我们先把它放一点酱汁 稍微拌一下 好 直接摆盘了对不对 对 好 让它有丰盛感 加上红色的 很漂亮 奇异果 奇异果 再来是我们的 看两话好点机 哇 然后再来是紫高丽 看老师之前都会在中间做厉害的点缀 好 最后还要放点什么 南瓜子 南瓜子 好 漂亮 还不错吧 好 那我们的综合沙拉也完成了 下一道是什么呢 下一道我们来烫个青菜 那这个是大陆妹 这个头把它切掉 对 大方的给它 折一拌就好了 这个是苦茶油 苦茶油 好 姜 姜丝嘛 姜丝 盐巴 盐巴 对 好 我们把它调一调 好 好 那我们现在水滚了 穿上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要放一点什么 油 还有盐巴 盐巴 菜就丢下去了 你只要看它稍微软化一点就可以了 不要太久 这有时候吃一点脆脆的也没有关系 好 好 我们拌一拌 趁热把它拌一拌 口茶油好香喔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我们的烫青菜 我们今天的这个完美午餐系列就已经完成了 在这里我们有三道菜 一个是炖饭 它是用我们的橄榄油下去做的 橄榄油有Omega-9 那这个综合沙拉 我们今天特别是用亚麻人油下去调的这个和风酱 亚麻人油就有丰富的Omega-3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最后补充的这个苦茶油拌青菜 它也是Omega-9非常的丰富喔 所以符合了今天医师跟我们介绍的这个正确食用油的这个概念 是不是很想自己动手做了呢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新时尚与您一起重新掌握时尚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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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